馬林氏你差點就殺了一個人喔 台灣人 你在台灣人的官裡 因為你默示 你拚什麼 登台灣的官 外交部長吳釗燮 這是你底下的人 他是這樣做事的 你了解清楚 再把新聞發出來好不好 不管怎麼做 馬先生就是不處理 我們一發信給總統府 總統府回韓之後 馬上叫我們去吳釗燮 跳樓終於逃出來了 你叫他自己逃的 他跳樓啊 現在是因為你跳樓你沒死喔 馬林氏你差點就殺了一個人喔 台灣人 你在台灣人的官裡 如果你默示 你拚什麼 登台灣的官 最近柬埔寨打工詐騙事件 成為社會話題其實不只是柬埔寨 YouTuber好棒棒 在3月的時候就曾推出影片 營救被騙到杜拜打工的台灣人 其中他們求助外交部 駐杜拜辦事處遭拘一事 在最近因為柬埔寨事件 再次被關注 外交部因此兩度回應 相關報導陳述 並非事實並稱 由外交部積極提供救援 讓豪棒棒氣的再度拍影片 還原當時過程 影片上限19個小時 就超過191萬人次觀看 我們現在直接連線 我救回來的 靈性台灣男子 看一下整件事情 是怎麼回事 這期間也是有發過 並沒有他們 誰的我是覺得比較頂 辦事處說 來韓近熙 杜拜這裡的公司 一般不會扣押員工的護照 躺您的護照被扣押 建議您和公司 妥善協調並取回護照為儀 亦可向當地警局或 杜拜PlaceAPP申訴 都已經打電話了 但是收到的回信 是這樣 對 後來咧 假的 他們跑去外交部問 外交部杜拜辦事處的一個警示嘛 有跟我說 他就沒有辦法 我也跟他說明 因為我們有太同 你可不可以 親自去警察局 帶警察 然後帶出去 蠻保險的事情 最後 跟我說 在你只能自己想辦法 他真的有這樣跟我說 在你逃出來 一開始 我是不是叫你聯絡辦事處 要申請臨時護照 對方說沒有護照 他說 誰來講都一樣 現在就是沒有護照 他跟我說 馬林氏不在 可是我打電話過去 截起來那個人的聲音 就是馬林氏啊 馬林氏 親自跟你說 馬林氏不在 對 才寫信到 總統府 對嗎 總統府回韓的當天 發生什麼事 拿到護照的那一天 上個時候 我們有打電話去確認 他跟我說護照 在中午的時候 總統府回韓 下午就打電話過來 我跟我說護照 那有這麼巧的事情 好棒棒更直接點名 回教部長 吳釗謝 這是你底下的人 他是這樣做事的 你了解清楚 再把新聞發出來好不好 只要感受到 一點點危險 一點點威脅 就沒辦法為人民服務了 就是用這種心態當官 外交部長吳釗謝 請出來跟大家解釋 給我一個交代 沒有對不起我的國家 我過來對不起我 我只覺得我對不起我媽媽 台灣人民 我爽政府的時候 政府就會說 不是我在誤導台灣人民 但是我誤導台灣人民 到底有什麼想做 我可以得到什麼 我有出來選嗎 對此外交部18日在立會表示 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民間 的這個熱心的人士 我們的網紅人士 除了感謝之餘 外交部也做了積極的作為 教室舉辦有獎真達 阿布主邦邦好邦邦 嘅